天气越来越热,紧接着蚊子苍蝇活动频繁 大量繁殖的情况之下,您是不是老是听到耳边常常嗡嗡的叫 让您心烦又无计可施呢? 市面上琳琅满目的捕虫制品,捕蚊灯,捕银纸 甚至还有阿嬷专用的苍蝇拍 为了就是要将身边凡人又有可能带原传染病的蚊蚊给一网打尽 可是您知道其实在大自然界里早就存在蚊蚊的克星了 就是它,猪龙草 这家位于根深路旁的花卉园艺展示区 园区主人曾经多次获得农业卓越成果神龙奖的最高荣誉 数十年来的耕耘与学习,称它为花草博士其实也不为过 这个叫猪龙草 这个猪龙草它是原本是散在山上的 这个猪龙草是它普通昆虫用的 这个昆虫会进去里面 进去里面以后它里面会被拖牙吃 吃了就死在里面 死了以后它吸收养会起来吃这样 刚才跳猪龙草的车叫它开花了 猪龙草属于藤蔓科 因为猪龙草拥有独特的吸取营养的器官捕虫龙 捕虫龙成云筒形,下半部稍微膨大 因为形状像猪龙,所以才称猪龙草 在中国的产地海南又成为雷公湖 意思是指它像酒湖 而这类能够通过捕捉和消化昆虫的小动物来获取营养的植物 都被统称为食虫植物 下次如果你想要进行家居绿化 这种多功能的植物也是不错的选择之一 动态新闻张家为台东报导